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来验证一下 不要说跌的就不讲了 涨停板的画得大心 对不对 同学 很高兴了 来 加赖 分享标股的攻击模式 有很多同学加赖 我现在加赖的已经有几个 你知道 四千个了 你不加没关系 我所讲的股票 很多同学在加赖里面都有买 但是有一些买的在这里还没有动 在这里怕怕的 有的呢 涨停板了 在里面跟我恭喜 他老师到底有没有真的涨停板的 来 同学 我们先看昨天的 昨天我告诉你选股重于大盘 对不对 我们来看4月10号的 预创跟威胜 月营收很好 逐步往上攻 今天威胜有没有涨停 今天威胜有没有涨停 对不对 然后我来这里告诉你的 同学 对不对 威胜过135块喷出 预创过54块再喷出 对不对 都写在这里 我也没有告诉你在这里 同学继续看下去 威胜跟预创 小心 今天好像开始动了 对不对 我也没有告诉你 信鸿科跟怡特 今天全部大涨 好 我们先来验证一下加赖的 有很多同学都是看我的这个 这个 这个在买的 真的不骗你来看一下 今天大盘没什么惊喜 反正就在这里混 你要说大跌也不会 大涨也不会 对不对 台积电已经到了800多块了 对不对 不太会动了 没关系 力旺上去了 老师力旺也是IP股 它营收并不好 它怎么先上去 我没有跟你讲过一个故事 我说我有一个同学 国小国中同学 现在念台大医科的 他跟我讲力旺他很看好 他在300块就买 他也参加我的会员 300块 他才买了100多张 4000多万全部买 全部买力旺 300块买现在已经快3000块了 同学看一下 当然了 我说如果3000块再带你买 也没什么良心 不过这只股票还会在涨 这只股票还会在涨 同学我跟你讲实话 这只股票还会在涨 M31在这里打混打混打混 M31大概在这里也快落底 但是你总不可能每一只股票都买 今天杀最深的叫四星 我昨天也没有告诉你 四星因为这样跌下来 对不对 我问你四星站上五日线没有 还没有 五日线月线都隔阂蛮远的 但是四星难道会这样子 就从4000块就跌跌跌跌跌 跌到400块吗 不可能啦 所以四星 但是四星跌的话会影响到创意 但是创意有没有破底 没有啊 都没有跌破千波低点 今天谁在卖的 昨天外资买很多啊 昨天自营商也买很多啊 今天外资跟自营商都在砍啊 搞得好像创意变成地雷股 好像公司快倒掉一样 台积电的集团耶 他五日线没有办法过去 我昨天说五日线扣低啊 没办法过去啊 没办法过去就不要过去嘛 对不对 爱普你看有没有破底点 这里从355涨到555 你们津津乐道 你们在这里都说 老师这只股票会涨到 555666777888 现在跌下来你又看衰了 我告诉你 今天外资小卖 自营商小卖 投信卖各位数 这一只股票你注意到 它的低点没有破破低点 今天量缩 对不对 一千多张 你叫它怎么涨 我们爱普每次做当冲都赚钱 波段单续报 就像我讲的 当冲格日冲波段单续报 这都实际的操作 我不会因为爱普跌了 我就说我没有爱普了 对不对同学 爱普下个礼拜会不会开始斗 你要好好注意 你就注意就对了 你手上有的来找我 你不要阿呆麦在阿呆股 停损在阿呆股的位置 那万一将来涨到555的时候 你不是哭出来了吗 对不对 同学 我们再继续看下去 老师是不是讲威胜 很多同学看我的节目 去买威胜的 其实威胜 威胜我们从多少钱开始做 我这样跟你讲实在话 我也算我们从去年80几块就买了 150块钱除掉 100块以下再买回来 后来再140几块再除掉 再回来 我们最后一次买在这里 买完之后就涨停涨停 涨停就上去了 我们高档有获利出一半 拉回来 你注意到 同学我在这里跟你讲 你注意到 他刚好回到这个 我们当初买的120几块 大概就在这里 我是不是告诉你 这也有个跳空涨停板 对不对 就代表他空方式变成多方式了 后来拉回来在120几块 126块就差不多在这个位置点 今天拉一根涨停板 还会不会涨 我也告诉你 威胜跟系统 以前是 老师做股票超过40年了 以前威胜跟系统 是台湾的CPU最大的厂商 后来要Intel打 但是放心 30年河东 30年河西 它会再起来 威胜公布营收也不错 你看一下 我怎么讲的 我怎么讲的 威胜 霞幅整理代出量工 对不对 威胜 代三月营收表态 威胜 过135就喷出 同学你只要加入我的LINE 我每天都有写这个 我写的都是我操作的股票 还有一些即将操作的股票 因为我们不研究筹码 我们说实在 我们凭什么带会员去做操作 我凭什么带同学去做操作 对不对 我要知道谁在买 谁在卖 这家公司前景怎么样 对不对 所以同学不要着急 威胜涨停板 很多看我节目买的 全部涨停板 来 再来看一下吉貌 吉貌真是标股 吉貌今天没有涨停板 没有涨停板 它是最便宜的散热器 伺服器散热 有没有 有没有 当初我告诉你的时候在哪里 在28块 现在已经44块了 还会再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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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最近散热很流行 对不对 同学我讲的话就是这样 我讲什么做什么 做什么讲什么 对不对 同学那你会说 老师这一波我知道 很多股票标了翻天了 散热你也讲到了 这个IP股你也讲到了 IP股我知道了 老师让我赚很多钱 但是我后面再买的就套牢了 放心 老师会每天追踪 待进的就会待出 好不好 但是你要注意到 事先要先指稳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创意要先涨 因为创意没有破底 事先有破底 老师昨天是不是跟你讲说 那个资源 现金增资价310块 我看起来 资源好像也跌不下去了 刚好来到现金增资价 315.5 310块跌不下去了 资源 它已经跌不下去了 对不对 虽然它破底 它跌破这边低点 跌破这边 跌不下去了 但是我告诉你 会爱普先动 因为爱普已经修正 这么久了 其实爱普的跌幅不算深 没有四星跌得多 没有资源跌得多 爱普的MACD快要往上 快要往上 还没有开始往上 还没有 等它MACD往上 在这里来说 它就会走喷猪断 对不对 那同学 我们来投票一下好不好 加入我的LINE 你认为威胜还会涨的 你写加1 我继续带你做威胜 这样可以吗 你就写加1 你写加1 好不好 你写加1 好不好 同学 你不写加1 我怎么知道你有威胜 对不对 那我所跟你讲的 每一档股票 宜特今天涨停 信宏科大涨 宜特有没有涨停 老师那你为什么不带我买 因为停卷 昨天外资买1000多张 今天涨停买 老师还能买吗 你加2 加2 我带你做 你加2 我带你做 信宏科 宜特宜特宜特 信宏科 有没有 所以同学 说实在 我们带同学带会员 因为我们持股 不像别的老师 很多 作家的作家 又有广达 伪创技嘉 伪引 又有四星 又有什么 又有 资源 又有金星科 金星科我们出掉了 就是没有威胜 就是没有系统 就是没有预创 那你怎么赚钱 所以同学 加烂 有威胜 还会涨的 你写加1 有宜特 认为还会涨的 你写加2 如果你手上 有 爱普 跟创意的 你加3 下半场回来 我告诉你 会怎么动 未来 4月底的行情 我告诉你 有的股票 你真的是压不住了 压不住了 涨停板 来 打电话进来 礼拜一 我带你操作 好不好 现在就播了 礼拜一的 涨停板 就是你的 我昨天跟你讲 会涨停板 你也不相信 对不对 那 礼拜一会不会涨停板 打电话进来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稳操胜券 创造财富 成就精彩人生 环队三大保证 第一 绝对正牌经营用专业服务客户 第二 绝不夸大绩效 华仲取宠 第三 所有股票 待尽 一定待出 茫茫古海 您需要一盏灯 贯通国际 是您唯一选择 立即拨打 咨询专线 零二 七七二五 九六六八 贯通国际头顾 诚信至上 以客位尊 专业团队 稳操胜券 创造财富 成就精彩人生 环队三大保证 第一 绝对正牌经营用专业服务客户 第二 绝不夸大绩效 华仲取宠 第三 所有股票 待尽 一定待出 茫茫古海 您需要一盏灯 贯通国际 是您唯一选择 立即拨打 咨询专线 零二 七七二五 九六六八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名师 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 都在 股动乾坤 欢迎各位回到现场 台北股市股票将近2000档 很多同学在选股票 有的人喜欢选华邦店 望宏 对不对 茂戏 很多人在这里选股票 喜欢选一些就是 你认为很好 但是比较冷门的股票 中小老师选股票 跟你有什么不一样 同学 我跟你有什么不一样 因为我看得到未来 因为我知道未来会怎么走 所以为什么 在多头市场来的时候 我的股票 特别容易涨停板 特别容易涨停板 对不对 我们会 我们的同学 威胜不知道已经赚多少%了 大概赚超过一倍多了 当然最后一次进去的 有点小套 不过他要开始动 放心 还会再涨 那会涨到哪里 老师前波高点 180会不会过 我不知道 来给同学看一下 加赖就知道了 加赖嘛 对不对 你加赖就知道了 老师都有讲的啦 老师如果没有讲 同学 那我真的就不及格了 来我们看一下今天 到底谁在买谁在卖 你看老师每天都会把筹码告诉你 对不对 好 今天这一支股票叫做爱普 下跌了 下跌了 老师 他还会不会再跌啊 老师 小跌一滴滴的啦 一滴滴的啦 来我们看一下今天到底谁在买谁在卖 谁在买谁在卖 投讯卖两张 外资卖比较多一点 但是有一家外资买了100多张 对不对 那主力筹码还没有进来 外资会占上400块以后会大买 好不好 400块以后会大买 好不好 我直接跟你讲比较清楚 对不对 你看四星KY 外资没有在卖了 但是 投信跟自营商在卖 创意 昨天外资买了200多张 今天卖了400多张 三大法人都在卖 昨天 创意 对不对 那创意他们什么时候会买 回补这个跳空缺口以后 他就会买了 再来看威胜 你看 威胜老师说外资卖不下去了 这卖几百张 这卖几百张卖不下去 今天卖2000多张 所以同学 为什么我敢写出来 外资卖不下去了 今天外资买了2000多张 把它拉到涨停板 同学看一下 来 我给你乒乓一下好不好 你看这边外资是不是在卖 今天这边外资在卖 卖几百张都卖不下去 我跟你讲这个跳空缺口回来回射 又走平以后 它会再上去 因为第一次涨停板受制反压 再来的涨停板就没有反压 因为它慢慢慢慢会扣低 MACD往上 小心一点 自己小心一点 好不好 我不要跟你讲太多 资源 资源今天 某一家外资券商在买 如果资源一直跌 我告诉你先涨的一定是艾普 老师股票做多久 会不知道 同学 不要这样子 细利KY 你看 老师说细利KY底部成型 细利 看到没有 这两个字是不是细利 从我讲底部成型以后 9号 10号 对不对 细利 三大法人满 11号 细利 细利细利 从315到375 已经涨了60块钱 同学 这是不是V型反转 它不跟你啰嗦的 它不跟你啰嗦的 它没有说等一下来让你买的 你卖掉了 你就买不回来了 除非你继续追 公司实施库长股是402块 所以我在这里 我心定定的 同学 老师要不要出 要不要出 要不要出 我说没有到402块 你不要出 因为公司库长股402块 老师你又没骗人 来看一下细利 细利买回库长股 对不对 每股均价402块 我骗你了吗 我有骗你吗 老师你每一支股票都研究那么深入 老师那为什么爱普最近涨到550又就下来 就在400块这边大概跌三成 说实在 两三根涨停板就回来了 它很容易涨停板 老师那那个四星怎么 4000多块跌到2000多块跌快五成了 五成再涨回去就变一倍了 你看那个外资你看那个外资 外资你看一下外资外资在讲什么话 外资在讲什么话你看 这个叫外资嘛 对不对 掉下来最多嘛 外资看好四星 续寒加码看4880嘛 这外资讲的不是我讲的 有没有看到 对不对 4880嘛 还有没有 还有创意啊 上看1600啊1800 对不对 平等调升到加码 但是外资不是只有一个外资 比如说有美商高色 台湾摩根 有很多啦 不只一家瑞银 对不对 所以你要看量价来操作 所以我在这里跟你讲 我在这里跟同学讲的 就是你一定要看量 你没有看量 你每天在那边冲来冲去 你会死 对不对 所以你要看量 今天艾浦没有量 昨天拉尾盘 今天没有拉尾盘 但是今天刚好这个收盘点 是非常重要的位置 叫做388 老师 你讲的都对 尾数不是2就是5就是8 那下礼拜 开盘价会多少 492 392啦 那老师 如果下礼拜开始出量的话 会不会这里就是最低点 就跟从355 一路大涨到555 是一样的道理 我告诉你 所以 如果你手上 有这个 威胜的 你写加1 我会告诉你 怎么做 还会涨 目标价在哪里 你手上有这个什么 什么宜特啦 吉茂的啦 加2 吉茂还会涨 加2 你手上有这个创意 还有艾普的 老师艾普到底会不会到1000块 来同学我们看一下 艾普到底会不会到1000块 好不好 我们直接告诉你比较快 艾普到底会不会到1000块 同学看一下 他刚好回到起账点 也刚好回到年限 好 你看2388的威胜 威胜是不是刚好回到年限 就拉一根涨停 下来再拉一根涨停 这一条叫年限 现在有够准 股票市场 有时候技术分析还是要懂 那不是像你的老师那种技术分析 哎呦这里叫头肩底 这个坐教的坐教 不是这样看的啦 你不研究产业 你认为广达技嘉伟创会涨停板吗 他一年365天 有一天会涨停板 那你就阿弥陀佛了 威胜很容易涨停板 艾普很容易涨停板 那你要涨停板再来追吗 也可以啦 随便你啦 因为他涨停板就表态了嘛 对不对 所以同学 加LINE 分享标股的攻击模式 好不好 来 来我们看一下同学 同学在这里 开始有在回答了 同学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 来看一下同学 看一下 加LINE 你看这有一个加3的 有没有看到加3的 加3的 加3的 对不对 我想加入操作 同学 股票的问题 直接加LINE 然后股票的问题 加1加2加3 我带你做 我告诉你 有的股票 从现在开始 会涨五成到一倍 五成到一倍 同学 加那就对了 本投资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